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ameMark 上一次课呢,我们介绍了模板里边的一个比较基础的概念 数据类型与变量的使用 那么本次课我们接着来介绍另外一个比较基础的东西 叫做运算服务 这个运算服务呢,在很多变成语言里边呢,都有支持 基本上如果你写过一些加码程序呢 这些概念应该都非常容易懂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FrameMark的模板里边呢 它支持的运算服呢,包括有算术运算服 比较运算服,逻辑运算服,以及空值处理运算服 我们将通过一个模板 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些运算服 我们直接新建一个模板 operator.ftl 好,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首先声明一个变量 比如说number等于10 那么现在呢,我不是仅仅去输出number 我呢,是想得到一个这样的值 这个应该并不难 由于number的值是10,那么我使用一个加 就可以呢,将10号20加起来 由于它们俩呢,都是属于数字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进行相加就可以 我们再来一个类,来看结果 我把之前这个代码呢 拷贝过来赶一赶就可以 好,我们呢,执行一下 30,这没问题 如果数字呢,并不是一个整数 也没问题 在加万里边呢 对于数字还分好几种 比如说整形 还有双精度浮点形 单精度浮点形 或者长整形 短整形 分很多种 那么对于freemarket的模板语言来说呢 数字只有一种 那么无所谓整形 或者呢 非整形 我们在使用10.3 我们仍然可以得到结果 这是加 看起来比较简单 那么加这样一个类型 除了能够针对数字来进行运算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拿来进行其他的一些运算 比如说 字符串 如果呢,我通过加 DF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应该将ABC和DF呢 拼接而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这是没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负值的时候 直接来进行运算 将新的值呢 负值给 一个变量 这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负值的时候呢 直接使用内母加上DF 那么这个加就是字符串的拼接 那我们这样呢 就使用一个 牛 内母 运行一下 仍然是新的字符串 那么除了对于字符串的拼接呢 如果是把数字跟字符串 进行用加来拼接 我们看是什么效果 比如说 这呢 是一个新的 Number 但是呢 我这一次的值呢 是 10 加上 一个字符串 我们看 这个结果呢 又是什么 本来呢 我们应该是两个数字相加呢 把它复制给 牛Number这个变量 但是现在我将10 和一个字符串A 进行拼接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呢 当成两个字符串 进行拼接 这个应该说 跟加万里边呢 还是比较类似的 加万里边 如果说有字符串 参与加法的这种运算的话 它会呢 自动将其他类型的数据呢 变成字符串 然后再进行拼接 好 这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加呢 可以用于序列 它的拼接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序列 123 我呢 可以直接加上 另外一个序列 45 那么这个序列 SECLE1 那么它应该就变成了 12345 我们可以简单的使用 比如说 4 就是取最后一个值 那应该收出得5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加呢 不仅仅能够加数字 还能够拼接字符串 也可以呢 通过两个序列 来进行相加 把两个小的序列呢 可以合并成一个大的序列 好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加法运算 那么减法运算呢 它肯定呢 只能针对于数字了 两个字符串相间 或者呢 一个字符串跟一个数字相间 又或者两个序列相间 这个意义呢 都不是很合理 那我们先来看 两个数字相间 由于变量呢 它是可以呢 重复的使用 所以我还使用Lumber 应该也没有问题 比如说等于 之前这个Lumber 减去2 那我再来得到Lumber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8 8.3 因为Lumber呢 是10.3 好 那如果说我改成字符串来减呢 我们看有没有意义 我们就把这一段拷贝过来 两个字符串相减 那么从Mike Leaves提示来看呢 已经出现了语法错误 它没有办法减 这个呢我们应该比较好理解 那如果这里是一个数字呢 Number是字符串 后的这个是数字 看起来没有问题 我们看有没有结果 仍然会有语法错误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有一个异常 叫非数字异常 那么这些错呢 应该对于一般的开发人员 都是比较好理解 这是减法呢 我们是在两个数字之间进行 如果我还要使用两个序列减呢 这也是有问题的 好 那没法解 所以这段是错误的呢 我就不再去演示了 那么如果是乘的话呢 也是比较类似 我们呢可以使用两个数字相乘 比如说Number等于10乘以8 接着呢 得到Number的值 80没问题 好 接着呢我就不演示了 两个字符上相乘 或者两个训练相乘呢 都没有什么意义 除呢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来个10除以2 这个看起来结果非常的明显 应该得5 因为10除以2呢 能够除尽 结果就是5 那假如说除不尽 比如说除以3 假如就是在加法代码里边呢 我们知道两个整数相除 它会取整 也就是最后的结果呢 肯定是3 而不是带有小数点的3.333 那么在模版语言的语法里边呢 除 它并不会考虑是不是整数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对于数字来说呢 它并不会区分整数小数 它只有一种类型 就叫数字 所以当10除以3的时候呢 它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小数 那么它的位数呢 是保留到了小数点后边3位 好 这是除 秋鱼呢 也比较类似 我们看一下 这次结果呢 它是得1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呢 好像又是当成了整数 好 这些细节呢 大家在这些小代码里边呢 给它看懂了 但是假如有些时候呢 我们并不想使用这种带有小数点的数字 对我结果 我们就想把它变成一个整形 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我们可以使用问号这种符号 来进行呢 转换 这个应该是Fremark里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符号 就是问号 那么 第二十三号这句话呢 就是我希望能够将Lumber呢 转换成一个Int 大家可以看 它就没有任何的小数点了 这个就好比是强制类型转换 这是关于跟数学有关的运算符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种运算符呢 称之为比较运算符 这个呢 也好理解 我们呢 通过几个例子来演示一下就可以 所谓比较运算符呢 它是这样的 有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 以及大于或等于小于或等于 这六种 这个跟加法里边呢 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们呢 如果想比较一下 那么这个表达4 它的结果呢 肯定是一个不文 比如说 我给一个值 让它等于 1 小于2 这个写法呢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把这个B呢 给输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语法呢 并没有显示为蓝颜色的 因为之前我们使用 上一指令的时候呢 语法高量比较明显 这儿报错了 那么我们如果要看这个错呢 它首先有一个转换的问题 这个我们刚才是遇到过的 好 我们改一下 我们再来 现在从这个结果来看呢 倒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从 MyClips里边的插件的 语法高量来看 这里呢 并没有正常的显示 那我们呢 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小于号呢 它跟 监括号呢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显示的时候呢 这儿并没有当成一个小于号 虽然在运输的时候 并没有问题 那为了能够呢 看得比较的清楚 我们希望这个语法呢 也能够被插件所认识 我们呢 可以将这个小于号呢 改称一个 less 就表示呢 是否小于二 那如果是大于呢 当然本身 我们这么写呢 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到 结果呢 就差别大了 这个大于二呢 因为这是一个 右边的 建括号 它会跟前面呢 连起来作为一对 那么这个二大于呢 就作为原始的一个 信态文本 就直接输出到了 控制台 所以对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GT 好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是false 因为一并不会大于二 那么除了数字 能够进行对比 大和小之外呢 当然还有等 一是否等于二 那么从这儿来看 结果呢 也是false 不等于二 结果是处 还有大于或等于 小于或等于 那么如果大于或等于呢 仍然有刚才 我们这儿出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这样的写法 没有问题 那么小于或等于呢 这个呢 大家如果是了解JSP里边的 表达式语言 那么就应该对这个比较熟 虽然呢 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在JSP里边呢 表达式语言的 小于或等于呢 是LE 就没有中间这个T 在这儿呢 是LTE 那刚才我们比的是等于呢 使用的是一个等号 但实际上呢 两个等号呢 效果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等同的 它并不像加碗里边 一个等号表示负值 两个等号呢 才表示比较 在模板语言里边呢 一个等号跟两个等号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对于数字的比较呢 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它是不支持 对于其他的数据类型的比较呢 比如说我换成字符串 我们来看行不行 比如说这儿呢 我改成一个字符串 一 字符串 二 我们看能不能进行相等的比较 看起来没有问题 OK 那能不能够把这个引号去掉 如果一旦去掉这个引号呢 就表示呢 字符串一跟数字一来进行比较 这个语法就有问题 那么同样的 字符串之间比较相等和不相等 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问题 我们呢 从逻辑上来理解它 也是合理的 但是假如说我们比较大小呢 这个是A 我要 大于 一 我们先看 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一个提示 红颜色的差 那说明对于字符串来说呢 这个比较大于是不可取的 那么等于的话呢 对于字符串来说呢 它是一个比较精确的相等 大小写什么的 都是敏感的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空格呢 他们是不等的 当然如果变成大写的A 它跟小写的A呢 也是不等的 这是关于比较的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在 比较数字的大小 或者相不相等 而对于字符串的比较呢 更多的是比较等还是不等 除了比较运算符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逻辑运算符 这个呢跟加碗里边非常的类似 我呢简单的演示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想演示一个与运算 我设置一个值符等于 1大于0 而且1小于3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呢 它就表示 1大于0和1小于3呢 要同时成立 那么整个结果呢 才会是成立的 因为它是与运算 所以这个B的结果呢 从我们这个效果来看 1大于0和1小于3呢 都是成立的 所以应该是2 没问题 那如果有一个不成立 比如说1大于1 而且1小于3 那么第一个条件呢 是不成立的 所以他们通过与运算的结果呢 应该是false 关于或呢 是只要有一个成立呢 那么整个结果就是成立的 那么这样呢 因为1小于3是成立的 所以呢 整个结果是处 如果对于非呢 我们加一个惊叹号 看一下这个写法 对不对 是处 由于1大于1呢 是不成立的 是false 你加了一个非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相反的值 处 好 这是所谓的逻辑运算符 那么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了另外一个运算符 就是空值处理运算符 好 我们呢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现在呢 我设置一个值 我设置一个值 我让它等于 比如说内蒙 后边呢 给一个 tum 这是一个哈希表 我呢把他的值通过N点内姆 获取到 这是没有问题的 TOM 假如说我指定了一个另外的属性 它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在这个哈希表里边呢 只有内姆这个属性 他的值是TOM 我现在想取的是A级 那么这儿呢 可能会出问题 那么对于所谓的 空值处理运算符呢 我们可以使用金探号 那么后边呢 我们给一个值 比如说20 我们看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N点A级呢 存在 当然这个A级就有相应的值 如果不存在 说明它是一个空值 那么我们就使用金探号20呢 给它一个默认的值 就是20 现在我把这个加上去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30 现在我再来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它应该输出是30 因为A级存在了 并且值是30 只有当A级不存在 或者说它的值是空的时候呢 我们才使用金探号来表示 后边这个值20 是它的默认值 好 那么这几个小的运算符呢 大家要能够看懂 但是本身呢 并不是很复杂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几个比较常见的运算服务 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在模板里边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小的资料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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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